看着两队球员入场呢 突然想到好像在中超联赛的单个赛季当中 还很少有出现冠军悬念要留存到最后一轮的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的出场阵容 首先是客队天津军湖队 6号韩鹏飞 7号阿寨米 8号哈达斯 11号谢维军 15号右边后尾明天 是天津队最主要的得分手 没错 而且他跟阿代米之间很有默契 对 他们两个人的话 这个组合还是很有威力的 是 今天首发阿代米恐怕尼奥坐在板凳上 这是不是余根伟考虑留一个后手 哎 好了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这场上感觉有两个具备10号球员特点和能力的队员 对 脚球开起来到前点 哎呀这球 前点甩头 紧接着后门中 是18号的奇打迪迪 飞升凌空电射 而这脚球呢 你看奥斯卡这个点打得真好 前点 无垒的甩头 结果在后门中 奇打迪迪 悄无声息的抢到对方身前 零距离把球电进球网 也不往前高位比抢 后边呢也不是推得非常靠后 那就是中线设第一道防线 在40米线上第二道防线 对 整个前后间距拉得很近 过顶球大进去里面 这样电进这门虎队在右路形成反击的机会 左脚往进距离给 谢维军外交被停球再拨回来 发球湖附近的横传出现了失误 来看一下在进去里面 谢维军 回房的李帅 左脚碰到对方的脚外侧 打到后腰位置接球的复环也没接住 所以这个球权给了天津之后 他有了后边这个动作 经过视频助理采访的介入之后呢 认定并没有点球 大尔加斯转移换位到了右路 再给他进去里 坐枪敲和来 左脚 奥斯卡跟上用左脚来兜一个弧线 应该是什么人手指尖碰了一下 拖出了横梁 你或者说动用后腰的资源去补防 那么中间就有机会 就这个卢萨和齐塔迪尼 其实横向的移动也很重要 对 傅欢 斜船再到右边路 吴磊 吴磊观察一下 海事船后门中 什么样把球铺了出来 但是不是在球门线里边把球铺出来 现在呢 需要这个视频助理采访再度介入 来看一下门将方进棋 是在门线里边把球铺出来 进门了 而且这球呢 吴磊很冷静 到了底线位置呢 不着急 等着最佳机会出现 应该是门里边 对 吴磊这个球传后点传得非常好 非常好 他也等了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什么呢 古斯塔沃进区里边做了个假跑 往前点一吸野 后点空出来了 对 经过视频助理采访的审核 最终是裁定进球有效 如萨 左脚的斜传转移 边路投球摆一下 比帅先把球拿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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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传递起来机会 没领好 没领好 是吧 韩蓬菲 停球出现失误 内部塞了在群里 点球 对 这次吴磊的前叉 这个 他就已经开始 往这跑了 首先不越位 再来再看犯规点 是不是在进去里面 我们看 32号新上场的苏元杰 今天比赛当中 视频助理采访第三次介入 主打扮复明呢 刚才是 果断的判罚了点球 阿斯卡自己来主罚 哦 你错啊 他点球 本赛季好像没丢过 是 全都忙 全都命中了 3比0 比分改写成了3比0 莫斯卡就在场边 一直在喊着不欢 指着自己的头的意思 要冷静 之前呢 在足球杯的四分之一决赛里面 当时 上海港是 吴磊上演帽子戏法 联赛第一回合 上海港对客场3比0取胜的是 古斯塔沃打进了两个进球 中路 赛一角之西打进距离 这球啊 奥斯卡水平太高了 这是船里的追身球 是 他都看到三度以后 前场 高位的拦截逼抢 我们看又是吴磊 从对方边后卫和中卫之间 斜插到进去里面 而奥斯卡 就像刚刚老黄所提到的 脑后长野都已经看到他的这个 前叉的限度 尤萨大脚解围 巴尔加斯右路先把球停好了 哎呦 看这球啊 上海海港队在上一轮1比0赢 沧州熊师那场比赛之前 好久没有在联赛里面 零封过对手 是 好的这一下 什么 哇 严俊玲 第一下 对方的投球蹭射球速很快 好 巨大敌女 玩的稍有点花啊 差一点自己给眼砸了 好球啊 傅欢这条给的相当不错 一个四打四的反击 巴尔加斯推给右路 又是传后点 吴磊头球掉射 再下一程 比分变成了5比0 这个投球顶得太漂亮 顶得好 可能这样的场景 在他们 从小到大的这个训练比赛 都能出现过很多很多次 是 曼尽头回放 新上场的王神超大概是第一次输球 没错 结果就送了一条 高质量的过顶的传中球 还是给到内线 奥斯卡再传递起来 乌磊拉球 分给右边 冯进的第一下这个 停球停的不好 乌磊头球顶在横梁上 差点帽子戏法 又是他们俩 又是王神超传的 对 第一时间啊他没想好 没想好就给奥斯卡 哈哈哈哈 奥斯卡的传中到门前 李文君后点再传起来 这场主台板傅宁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沙海港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当中 5比0大获 好 好